台湾人最爱的大陆歌手 竟然是他们 第一位纳英 你要消负教子 要淡出舞台是这样吗 你这消息也太土了 谁跟你说的 这就是纳英 让港澳台唯一公认的内地天号 更值得性格 外加台时大女人曲芳 在98年瞬间写写港台音乐圈 就这样为你征服 却断了所有退路 我的心情是简箍 要发片 很多台湾人都会闭 知道纳英大概什么时期要发片 大家就会说 好那这个我们推迟一点好了 类似这样 节目组问台湾艺人 最想合作的对象时 他们的回答也异常迅速 纳英啊 拜托 早知道是这样 入梦一闯 谁不想唱 跟他一起唱 但纳英还是把这合作舞台 给了张欣哲 毕竟这可是他们 时隔30年后的首次同台 我不会爱落相抗 但万万没想到 同样在台湾拥有插高人期的歌手竟然是他 化成于改编的魔性歌曲 我的滑板鞋 竟然在台湾 荣当最受台湾年轻人欢迎的歌曲 第二名 阿雅也出面 实名认证 花花你知道吗 就那个时候 你在节目上改编之后 在一周哦 一周台湾的点阅量 就达到了一千万 而在节目中 她翻唱周杰伦的这首 你一定要幸福 更是惊呆一众嘉宾 怎生能有几次的颗星 我想我的眼睛已失了你 也是人情 忽然想起 当时的约定 没忘记 它唱上去耶 它怎么唱上去的 好多哦 但我意外发现 除了《孤勇者》《飞鸟河缠》 这种我们大陆人唱听的大爆歌曲 在台湾很火 这首《想去海边》 竟然也排到了第五名 要不是节目组特意做了调查 还真的不知道 我们的乐队也有洗脑对岸的歌曲了 节目的最后 请来听一下这首歌吧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关注 我们下期见 拜拜 那时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让我们互相折磨的世界 怎么再见